截止7月份,我们现在的疫苗生产产能达到了50亿剂 所以我们有效的保障国内的接种需求 就像你说的提到的,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达到了实现了14亿剂的供应 同时实际上我们供应国外也超过了5亿剂 目前达到了5.7亿剂 所以新冠疫苗的产量和产能不断的扩大 供应的能力不断的提升 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的 我看我们这个新闻也在时间上对比 看到我们的增速还是很快 应该较好的满足了国内疫情防控疫苗接种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积极的按照总书记提出的 全球人类的公共产品 我们也积极力所能及的支援了国外的疫情防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